各位 剛才有網友打電話 有個女生問問十三妹 她沒辦法星期日不行 AI課會否安排限制或紅價 暫時未有這個安排 其實暫時我不會很密 因為我要回來開門 我想是兩星期左右一課 各位 我們經常都說AI很powerful powerful到怎樣 昨天其實我已經存起了我的作品 但你記住我的作品 我不是在家玩了一整晚 我當天上課的時候自己賣了一些東西出來 但是因為電腦的問題 我真的做attachment到Gmail 怎知我Save不到 但我又丟掉了原稿 我便給大家看 其實最基本 我現在的時間 其實甚麼都可以 因為是萬能 你說甚麼出食譜 譬如這樣選擇 你打過雪櫃拍張照 譬如這樣 你找一個 譬如有人訓練出來的機械人 是做廚師的 我現在有這些東西在 我可以做甚麼 他就可以給一個很makes sense的食譜 譬如有番茄炒蛋 你可以有菜 如果你看太寡 你可以有一個罐頭 看到雪櫃的罐頭 又可以 然後 譬如說 以前我們說要學powerpoint 那些不用說 現在和你按我制 搞定了 甚至乎我想出一個通告 不過是formal的 是官式一些的 又可以 是做whatsapp的 親切一些的 又可以 出途的就不要說 我今天見到 我們那些網友 老實說 我真的不覺得是特別sharp 那天我們有八個網友上課 我就一邊再課 就是讀學 我是讀學 但這兩天他們已經出了很多東西 現在仍然在這個階段 其實它真的千變萬化得很重要 所以我真心 我真的跪求大家一定要報名 甚至乎我是不想給你賺錢 你去其他地方學 無所謂的 一定要學 好嗎 否則你會好好考慮 其實我搞今次的這件事 最重要就是 開心share多些 就是這樣的東西 你怎能夠不學呢 而如果我這星期沒有課 譬如我下星期又有課的時候 我會通知大家 因為我不會經常在這裡 初階班我了解式 大家就可以上來買東西 那我就叫做多一日營業 因為現在真的很大件事 我看我們的網友 用什麼指令 其實呢 因為香港是被禁的 所以你要有一些虛擬的信用卡 才能夠開到戶口 你要翻牆 這些東西都不是每個人都認識的 但認識到之後 究竟你怎樣開始給我POM呢 或者有什麼機械人可以用呢 又或者我怎樣 譬如我現在要做一段影片 我用AI來做一個劇本 用AI來設計對白 我會做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 我想一定會有人做 因為第一套AI的行片都出了一段影片 然後用AI來閉上整個故事 然後用AI作一首歌配樂 其實我們公司 我也有幾首給你頻道的歌 歌詞是五萬六 但音音你問我 我好聽過現在很多流行曲的 喂 甚至乎 有些網友開了出去玩的 你要學習 他就要學習 我們AI王家區 他就要學習王家區的聲音 我們AI又做到的 然後出來就這樣 我們看看同學 上了一天堂 上了六個小時後 就有什麼產品 有什麼作品 你只要學習王家區的聲音 就這樣看已經很企業了 這個什麼掌輩圖 不過 因為那個中文字 它其實可以有另外一個apps幫助 就是另外一個機械人 但是已經很企業了 OK 如果你打得好 這些掌輩圖都贏了 在facebook那些 就是去WhatsApp給別人 祝你健康快樂 那些什麼 其實我深深愛著你 不是那些 掌輩圖最流行的是什麼 早神樂身體健康 不是 知足常樂 哈哈 知足者貧易樂之此類 再去 心中 你看這些 再去 可能是給了 我想 有一張 跟人說早神的觀音 他就輸了你 當然 在最後你還是有自己的決定 你要不要這一張圖 再去 另外一個網友 這個另外一個網友 就是要把 Jane一個九龍城寨出來 喂 詩子山 詩子山 你說詩子山不像樣子 其實 你可以拍照 或者在網上 有張詩子山的樣子 給他看 然後他就會認識Jane 喂 你怎麼搞啊 你只是這一刻 你都會拿你的名字 再去 你會拿你的名字 對 你看 這個另外一張 再去 不是 是很一般 是很一般 但是 你現在不要說什麼 你懂不懂 你說很一般的那個 你講真是很一般的那個 你當然是 你可能會懂 現在我們不是要追求 他很勁勁 你要懂這件事 現在最初當然是Gentle 這件事 這件事 就是我們老友 想做廣告的 嗯 再去 這些全部不是成品來的 另外 我還想一個WhatsApp給你 有沒有 WhatsApp給你 另外有些人 已經是出了一個Story Board 即是教你去拍攝 OK 你想想 你自己畫 他有時間去畫 你說 喂 出了一個Story Board 你去 喂 直接是去跟著你拍也行 對嗎 嗯 好 還有沒有 有 其實還有很多 講不盡的用途 我們先回來了 不過後面的Call for When 就不應該有一個雙子塔 那雙子塔是馬來西亞的 OK 好了 先回來了 你們如果能夠掌握到 認識的 就固然好 繼續去玩 他當然絕對不是Gentle 如果這樣Gentle 就要玩一下 就是把一些色情相片出來 但是 我覺得他可以Apple 到差不多所有行業 其實 現在已經有些人在外面 用AI去分析 一些股市金股 但是我覺得那些有些是 盜人 盜救人的 嗯 大家要小心 但是要認識這件事 絕對 OK 好了 關於木經眼藥水 我們是否有相片 我不知道有沒有相片 好像沒有相片 沒有相片 我就這樣說 剛才我那個網友在節目中說 其實今天我們早上 早上早上 早上早上都已經用了 他已經跟我說 再繼續 他剛才剛才在節目中說完第一次的時候 他又再WhatsApp我 他說 喂 繼續去 不要緊 今天很多網友上來 就回答問卷 對嗎 那些網友都很好 都不是賣很多 都是三枝六枝 那樣 即是留給人的 那麥經眼藥水 我應該有一張圖 出吧 有一張圖 那這一張圖 就是現在 給我找到 就是有網友提供給我的 他賣得最便宜的 應該是圖12 12 12 你出吧 你出就可以了 是 喏 大家看到 有某個平台做直播 一支 730元 三支 688元 六支 663元 其實已經很便宜了 很便宜 還要是直播的時候 他得到 木經眼藥水的手 因為木經眼藥水 為何很緊 你便宜他不給貨 嗯 但是我們一支 不是甚麼平均 你買一支都可以 580元 OK 優惠有限 多虧你一個有心網友的 即是 的贊助 優惠有限 未用過的朋友 你真的要試一下 用過的朋友 更加不要說 那些朋友很多時 就是用過 之後說 喂 接著問我們有期幾時 為何 我還有四支 特別是有眼底病 或者到四五十歲 是沒有得不用的 這個木經眼藥水 功效我不會特別說 始終 真是優惠有限 大家把握時間 好 休息一會回來 我們說特朗普 說回來 我看到一個網友 我不知道 他問甚麼 AI問甚麼都不知道 德淡少 騙世界 或者也是 我不知道 其實AI是否好事 我總是在想 因為你又會取代很多行業 他是不是能夠 將很多新行業出來 我又不知道 但是世界就是這樣 現在 你能夠逃避嗎 我叫你去 我堅決不學 這個是你選擇 我覺得 你一定要知道 你問我 AI是否好事 我就真的不敢回答 甚至乎我看上去 都似乎不太好 你真的連秘書 其實現在已經不用了 你怎麼搞呢 我只能夠說 有些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譬如我昨天說 你真的有個修讀法 走下來才行 你這樣催而 沒有意思 是那一下而已 OK 阿姨